加油 加油 一身藍色套裝 高鴻安一下車 就受到支持者熱情喊話 高鴻安簡單點點頭 心情看來很輕鬆 但這回再被北院傳喚的 還有他 依舊手口如瓶 高鴻安辦公室前行政主任黃慧文 二十七號以證人身份出席 在結問過程中也驚爆 小金庫細節 檢方首先提問 小兔在辦公室裡處理什麼工作 小兔回答 除了人事資料 新聞稿 以及活動支援外 還負責林用金的出帳 但話封一轉開始抱怨 沒人要做的事情都是我要做 就連民眾黨台中黨部的人不爽 也得替對方心理輔導 關鍵林用金制度怎麼來 小兔解釋 來源就是加班費和薪資 加班費部分認為高鴻安人很好 助理加班費都會當作獎金合發 但心情好就給多一點 心情不好就不給 小兔坦承 當初有向高鴻安建議 可以依照立院規定 有多少就報多少 不需要建立林用金制度 但後來立委辦公室 裝潢耗費八十多萬 而立法院卻只補助三十五萬 高鴻安前男友李仲廷便指稱 鴻海會幫忙支印 不料最後卻變卦 所以高鴻安才決定 用林用金來支出 也正式決定林用金制度 當時李仲廷也在場 甚至用台語說 當立委都是在賺錢 哪有人在掏錢 小兔證實 林用金除了用在辦公室支出 有時候也會被高鴻安 用在個人消費 例如洗頭餐廢 買禮盒送中研院院長 甚至是購買他的著作 面試郭台銘 作為送禮用途 面對小兔犀利證詞 高鴻安沒有特別回應 但整個結問過程 也將成為審判重要依據 後續法院也將傳喚 陳幻宇 陳玉凱等人進行結問 高鴻安能否穩坐市長寶座 最快在七月 答案就會揭曉 三日新聞和盟9月淘汰報道